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歡迎來到方舟方塊世界,我是老頭Old Man,歡迎回來 啊,什麼東西在咬我們家的東西啊 你這個是在吹熄嗎? 哇,他把我什麼東西咬死了 很會很會 很會咬 很會咬 劈死你的小毛蛋 欸,怎麼劈不痛啊 哇,那迅猛龍是怎麼來我們家的啊,要把我們的那個豬咬死了是不是 對不對 哇塞 哇,他差點也死掉了耶 Oh my gosh 看來我們這邊需要再蓋牆大一點的牆壁,不然就是把這邊移為平地了 好,或是把那邊移為平地了 我的天啊 還好他沒有把我弄到史萊姆給咬死啊 我會覺得難過啊 他把我豬咬死了是吧 咬屁咬 咬屁咬喔 阿不是很強 阿算啦,反正那隻豬掛掉了也就算了 我們可以再抓就好了 反正不是什麼重要的恐龍死掉都沒問題 OK的 好啦,那我們今天要做的事情其實還蠻多的 那在這個進行之前呢,也希望各位都弄你的手指按下你的喜歡 或者在左下角一個訂閱 或者是在下面留言 或是把影片分享出去 一樣照慣例的 我非常感謝各位的這個支持 啊,與愛護 好吧,那我們今天呢,首先要先做的事情呢 我先看一下我要做什麼 其實老頭呢 在拍影片之前 都會 在 筆記本上面打草稿 才會提醒一下我要做什麼 不然的話,像無頭蒼蠅亂穿就不太好了是吧 那我先看一下 啊 我們要取名字對不對 老頭有前幾次都忘記取名字 是因為我沒有打腳本啊 好吧,我們來取個名字 而且是我剛剛有稍微亂過一遍 你們的留言 啊,非常棒 你們非常的踴躍 非常的好 很好 很好 非常好 啊 啊 就是這一隻了 就是你了 好不好 大家對於你 特別有意見 是因為你長得太可愛了 人嫉妒 沒辦法 你就是這樣子 我哪有什麼辦法 白白的 眼睛紅紅的 啊 來,我們幫你取名字 我已經想好要取什麼了 呆蒙胖胖熊 其實這個呆蒙跟胖胖熊這兩個名字是分開的 只有把他做融合 好以後你就叫呆蒙胖胖胖熊了 然後呢 你負責在外面 維護我們的世界 給他開個中力應該沒什麼問題吧 我把他中 我把他攻擊一點高一下好了 我還是怕他死掉 說真的 還是說把他帶進去啊 哈哈哈哈 好啦把你帶進去啊 真的是 真的是 哇塞東西真多 名字取了 之後呢 我準備要蓋一下飼料槽了 因為我老頭 時常外出 沒有時間照料我們家的 動物 導致我們昨天有一集 我們的螢火蟲掛掉了 非常的遺憾 所以說呢 我奉勸各位 你們要養寵物 就要負責到底 養不好 其實我也蠻自責的 或是像動物生病啊 之類的 我們要把飼料槽放在哪裡 比較好啊 放這兩端好不好 我決定就放這兩端了 幹史萊姆擋住 一定要這樣子嗎 你們夠過來 這史萊姆是我們今天的主角啊 待會需要用到他們 好不好 先把他拉過來 待會你們就知道為什麼需要他們了 然後他們實在有過 慢吞吞的 慢幾點的 這邊在蓋 我們都是有病龍嘛對不對 對不對 好那這邊也病龍一下 我們把我們的肉肉 肉肉放進去 啊肉肉在外面 肉肉跟果果 好討人厭的發音喔 我們今天把這個肉肉跟果果都放進去 然後他們就可以享用大餐了 這樣我覺得應該有很多案不喜歡吧 會不會啊 應該是不會吧 好 肉肉肉 肉肉 而且我意識到我其實我們的果實還蠻少的 不過沒關係 好我記得我們的三角龍一大堆 來 其實不用 特地什麼樣的果實 只要不是白色跟黑色都可以 好不 好我們決定這應該要分一半 好 這邊這樣子 這邊這樣子 這樣他們才吃的到啦 因為這個 距離判定他們 他們是有那個距離判定的 啊這咋是這飼料草距離判定了 他們應該是有刻的到吧 有啦上面都顯示這個 這什麼來著的啊 飼料草的圖案 各位有沒有看見 就代表說他們正在進食 好啦我們待會呢 要蓋雞床了 我們現在蓋雞床好了 雞床 雞床 我記得我有學 只是不知道是哪一個 找到了 機械手臂是什麼東西 80等 啊對齁我們現在等級已經60了 我們可以做風神翼龍的安了 非常棒 我們現在做雞床好了 YES 我覺得把他們蓋到二樓好了好不好 二樓 我覺得我們一樓已經沒有東西可以放了 把他蓋到二樓 啊這雞床 怎麼那麼矮啊 算了不管了 然後呢觀眾說他是吃石油是真的假的我看一下 他這邊沒有寫說起用什麼 放置燃料 燃料的話我們放木頭行不行不行 可是我印象中方舟生存精華是吃汽油 是不是他說需要汽油 為什麼有了會說是石油呢 還是說那位觀眾說錯了 沒關係其實 汽油要製作也是需要靠 石油才做出來 沒問題 我們待會要做這個史萊姆 培養米 史萊姆培養米呢 就是可以去 放在裡面 你們有沒有摸過史萊姆農場 史萊姆農場就是要把史萊姆丟到裡面之後可以得到他們的一些精華 類似大便這樣子 所以就大概這種概念 他上面有講嗎 這個培養米更像是石油史萊姆的擁有池 他們在裡面可以產出石油 這是一種產出石油的方法 另外一種方法呢 是要去地洞 找到我們的石油瀑布 然後呢 做我們的 我找一下 做我們的這個 抽油機 然後把他抽上來之後用油管 去接接到油塔 然後讓他慢慢的生出來 但是 還必須用油桶 去製造 這個比較麻煩是在於說 比較偏遠 而且你還要帶很多東西過去 而且那個地方又很危險 如果你沒有在那邊蓋一個防禦措施的話 其實是不會怎樣 但是如果你去領的時候 如果收招很多生物其實也蠻困擾的 這是 這是第2種方法 第1種方法就是使用史萊姆放在家裡 非常的安全 但是生產速度快慢了 我就不清楚了 那老頭現在沿用的是第1種方法 石油史萊姆 那我們現在所做要這個 石油史萊姆培養名呢 他需要4個鐵地基 跟玻璃窗 玻璃窗 玻璃窗 好 玻璃窗 我們有沒有玻璃窗 1234 好 都有了 我們的油桶勒 我們做的油桶跑去哪裡啦 好沒有 在這裡 找到了 哇靠也太多了吧 用來盛裝油桶的 用來盛裝油桶的 哇他是佔一個單位好討厭喔 好算不關了 史萊姆 史萊姆 欸怎麼辦 我突然想到一件很好笑的事情 我們要用這個來做培養名 但是我們沒有辦法啟動他 需要汽油 怎麼辦呢 必須要有油 好我們才有辦法 哈哈哈哈 好吧 最終最終我們還是必須要去我們的地洞挖 所以說應該不是說挖啦 地洞抽啊 那我們必須先做一台 做一台油塔 然後呢這個油管是一定要的 不然沒有辦法接上來 抽油機也是一定要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出發了 我們到時候想辦法看一下這附近那個石油是到底怎麼接 不然怎麼辦 我們沒有石油 我們怎麼生產電力 我們機床不能啟動 吃土啊 好啦我們現在找到了 這個石油餵魚的位置 其實在我們家附近就有了 好我們先把這弄掉 太暗眼了 哇這是怎樣 自我防衛 這麼行 算了不理他 好不好 那我們就稍微在這邊挖一個坑 我們把我們的這個儀器都放進去 他抽油機設計好屌喔 居然長這個樣子 好了 然後呢我們現在這個油塔 咱們這個油塔需要一個地基 他才有辦法蓋 勉勉強強這樣蓋出來了 好啦這就是我們的抽油 抽油的這個機器 那我們現在開始要接管子 我不知道管子夠不夠啊 總而言之現在接看看吧 我把它放在6跟5 我看要怎麼接 OK 這樣子 然後5 6 我怎麼感覺好像接不起來的樣子啊 尷尬了 我說真的 我怎麼突然覺得有點小尷尬啊 感覺接不太起來 什麼覺得有點小尷尬 他的口是哪裡啊 阿拉口在這裏啊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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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知道我轉個彎了 就不用9萬18塊了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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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很大成功 阿基本上我們洗滅金非常多的這個油 阿 吸滿200 然後呢其實如果你們想要盛產快一點的話呢 你們可以多做幾台 因為這些油是無限的 然後他就需要修復啊 過一段時間需要修復啊 過一段時間會壞掉 所以說你們自己要定期回來做修復這樣子 然後現在正在做我們的油桶 我們待會油桶做完一個之後我們就可以直接走了 好啦 那我現在有一罐石油之後呢 我們現在要準備去做汽油 我們做汽油才有辦法啟動我們的機床 好那個之前那位觀眾應該是講錯了 他實際上是要汽油才行 那我們要做汽油之前我們也必須先用我們的熔爐去燒 燒成汽油 到後面呢我們應該會做工業熔爐啊 工業熔爐做出來之後應該燒的更快 好我們現在連一個 有這邊有 我想說連一個點火都沒有 好我們來做一個 好我們現在喔 一次做兩個喔 他這個是一桶石油 做成兩罐汽油 嗯感覺還不錯一換二 打他們的汽油啊在這裡 YES 打開他 嗯沒有聲音 還蠻安靜的我喜歡 好我先把這做出來 我就發電機先做一做好了以備不時之需好不好 我們先做發電機 發電機以後用途也蠻多的啊 我們趁現在汽油燃料還沒消失之前 好我們趕快把這些該做的東西做一做 好我就該這裡了 然後這貌似感覺真的是要用水管接的樣子 那我們要怎麼把我們史萊姆放進去 使用抓取收入史萊姆啊 喔跟之前一樣 哇哇哇全部丟進去了 哇啊我們要怎麼做做這個 做這個 放入木炭作為燃料然後就可以把油罐丟裡面了 喔 死狗以內 那我們那時候木炭也做蠻多了嗎 我們有很多個木炭黑 黑暗木不行 他不是木炭 我覺得旁邊這個管子應該是拿來接那個 接其他的東西吧 其實我也不是很清楚 我靠去猛龍 所以我們家的嚇我一跳 好我們好了 鏟油 多久鏟一次啊 生物數量越多 生產的速度越快 所以說到時候我們史萊姆要抓多一點就對了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 多久鏟一次 他是 24分鐘 欸不對 這個是一天 沒有這個是 燃料燒完的 時間啦 那到底產多少不曉得 總言之到時候再看看吧 感覺蠻屌的有沒有 史萊姆培養米 好了 我們這時候等石油 我們就可以做我們的機床的一些工具 我們就可以更上一層樓了 好吧那我們接下來的準備就是要去抓我們的風神翼龍 那我們風神翼龍的老頭不就想要用老招式抓 這關於這個老招式呢 這可以關掉吧 不要再讓他啟動了 不然的話 好很浪費啊 我們的老招式其實就是用的阿根廷巨英 阿根廷巨英基本上應該 妥妥的 然後呢配上我們的毒蝎子 那我們的毒蝎子現在我們先不要把他射主動攻擊 我們等到找到了我們的風神翼龍 等到我們找到風神翼龍 我們再去我們再去把他射成主動攻擊 好兄弟們我們終於找到風神翼龍了 那這隻風神翼龍呢 等級多少 19 咱們的阿琪19等 好久不見了阿琪 如今已經變成像素方塊來到了這個世界 今天 我又要制裁你了 好 那廢話不多說 我們趕快把我們的蝎子給放出來 設定主動攻擊之後 然後立馬把他開個巡邏 讓他做他該做的事情 主動攻擊 然後巡邏模式 OK 他現在開始非常的 非常的沒鬆快 為什麼我不能騎了 我可以 蝎子哥 不要做傻事 蝎子哥 他果然喜歡做傻事啊 蝎子哥 好了 被攻擊了 我的那個 我的蝎子突然顯示出奇怪的紋路 好了阿風神哥呢 看到了風神哥在那裡 來來來來 我們就用這個方法卡點式抓法 好 就這樣子 攻擊阿 難道我做錯嗎 咬阿 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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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甚麼 叫阿 ,咬阿 咬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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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了 咬阿 咬阿 1.2 它感覺就好像要暈了又好像沒有要暈的樣子耶 完蛋了我們必須休息一會了 真的沒體力了 真的沒體力了 它肉也吃完了 怎麼辦我難過 哇剛好暈了 世界上有沒有這麼剛好的事情啊 我們這樣子算是成功了我們算是成功了 OK我們回來了 我來測試一下我們風神一龍到底能夠抓多大隻的生物啊 像是 這一隻啊我們這次劍心一向風神一龍抓了起來了 然後三角龍基本上應該是不太行 三角龍還算是蠻重的 我覺得我們應該就不要意想天開了吧 哈哈哈哈三角龍抓不起來吧 三角龍也可以 哎呦雪兒 不然丟進去 那可惡沒丟進去 可惡算了 三角龍也能抓哦 我的天啊 那我們實相鬼 實相鬼不行 這麼胖的這個居然抓起來 牛龍呢 沒有體力了 牛龍也可以抓 好 然後我現在沒體力了 哈哈哈勉勉強強在這裡降落一下好了 OK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現在生產的這個 哇全部都變石油了耶 有沒有這麼的快啊 而且他消耗的這個好快哦 本來三疊現在剩下一疊了 我們還沒有看攻擊力耶 攻擊一下 多少啊 怎麼全部 哦447 欸攻擊還蠻高的耶 是因為打普通的生物嗎 我們打這隻迅猛龍看看 兩隻 哇號 700多 200多 風神攻擊力有這麼高哦 以前的風神 方舟生存進化的風神爛的跟什麼一樣 啊 然後這個風神攻擊力居然高成這個樣子 我是覺得他 不太適合做攻擊手段耶 我覺得能做攻擊手段的寵物 多的是啊 我覺得這個比較適合做負重的運輸 好帶帶帶一些大量 因為到時候 在上面蓋這個 風神翼龍平台的時候啊 他需要很大的負重量 才有辦法在的動 不然你負重不點高 把他拿來點攻擊的 其實我覺得太多餘了 他的用途就是運輸 你把他點成攻擊蟲 其實真的沒有什麼必要 我是這麼認為 血量跟負重就夠了 還有耐力 耐力也非常的重要 血量耐力跟負重 其他都不用點 速度也不用點啦 速度被鎖啦 這個方舟方塊生存 跟方舟生存進化一樣 好吧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風神一龍 而且真的還蠻大隻的 我覺得這是我有史以來抓過 最大隻的恐龍了 應該是說就是抓到所有恐龍的其中 最大隻就是他了 真的我覺得就是還蠻大隻的 對啊 頭好大喔 那頭已經是我的1.5倍以上大了 真的誇張 好吧那麼今天差不多先到這裡結束了 好那這個一樣如果喜歡我影片的 左下講個訂閱 右下講個喜歡 下方留言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 方舟方塊世界再見啦 掰掰 掰掰